这是我们国航公司今年研发的数字智能巡检机械狗 像这边呢 是它通过电磁锅可以测一个电缆的局放 或者说测我们高低压配电柜的一个局放 这边呢 是我们一个摄像头 可以将现场的画面 视频直接传输到我们后台 这边是一个红外测温的装置 可以检测我们电缆或者其他电网设备的一个温升情况 另外它还内置有有害气体的一个检测装置 同时它前面这是一个智能的导航仪 可以让它碰到障碍的时候自动进行一个停止或者转向 正常情况来说我们这个机械狗可以用在便电站 配电房 或者说是电缆通道里面 就是正常我们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 就是实现一个机器带人的一个作用 同时我们这个机械狗它检测的效率跟准确度 也比人工要提高了很多